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伴随着现代文学在发行的时候 当时台北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代主义的大本营 就是文心杂志 那文心杂志当时的主编是李敖 李敖我觉得他是很大气的一个人 他几乎就是每一个台湾作家 台籍作家 外省作家 然后资深作家 年轻作家 他都愿意让他们发表 当时有一个年轻人 也是现代小说家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怀明 林怀明他后来是跳现代舞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因为有现代舞的出现 才使得现代主义运动 格局就更加开阔 更加蓬勃发展 因为我们所谓现代主义 不是只有讲文学而已 当时也包括所谓的现代化 现代电影 现代剧场 然后现代水墨 最后就是又添加了一个叫现代舞 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出来 现代舞的出现 就改变了我们过去台湾整个舞蹈的风景 我们当时都如果不是 整个官方提倡了 是什么民主舞蹈 不然就是三地舞蹈 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说 肢体本身 它就是一种艺术 而这些现代舞 能够介绍到台湾来 就是因为写小说的 林怀明他写出来了 他把这样的现代舞 介绍到台湾来 所以现在主义运动 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 叫做笔会 1958年创刊的 那他的创刊者是谁 就是郁千聪 郁千聪是政治大学中文系 当时在担任主角 那他的故障 他的故障就是任卓先 那任卓先 那就是党工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 他带出来的这个 中文系的助教 以后也变成一个 现代文学的一个领导者 笔会是了不起 他们是用自己的钱去办的 而且是双叶刊 而这样的 他们发行了三年 发行了三年 有哪些作家出来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后来的论底 那名字叫陈应珍 陈应珍在笔会 发表一篇小说叫做《面瘫》 后来又有一篇叫做《我的弟弟康雄》 这些小说都是太动人了 那这个当然 《面瘫》都是在写心里描写 《面瘫》其实我还是满喜欢这篇小说 他是用一个小孩子 一个非常幼小的孩子 每天被妈妈背在背上 他的爸爸是主面的 在面瘫的 那个瘫痪的主人 那这个妈妈是在招呼客人 然后他用这个小孩子的比较 在写就是说 为什么每一次那个年轻警察 来面摊吃面的时候 然后母亲的心跳就特别加快 因为他被背着 所以母亲的心跳他可以感觉 他用小孩子的眼光 来偷渡一个 说不清楚的一种情感的事件 因为年轻警察 似乎好像对他的母亲的姿势 好像被吸引了 所以每天晚上都会来吃面 然后每一次吃完面 就丢丢 就匆匆丢了一个钱 然后就赶快走掉了 那个钱都比他的当时的面的 那个譬如说两块钱 他会丢五块钱 就下来这样 那个非常老实的父亲就说 还不赶快去找人家钱吗 可是他这个太太就愣在那里 这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讲话 都是由这个婴儿的眼睛在描述了 可是这样的描述 把事由若无的感情 就把它写出来 这时候非常非常迂悔 可是隐秘的一个小小的情感事件 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的弟弟康雄 那更是太美的一个故事 我的弟弟康雄影响了很多人 我自己也被影响 而同一个集团里面 在笔会里面还有几个重要作家 有一个叫七等生 那七等生 他是一个小学老师 那后来的黄春明 郁天聪 诗俗清 后来就集结在1966年初刊的 叫做文学记刊 他跟现代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现代文学是追求现代主义的精神 他们这个在艺术技巧上都会特别强调 而文学记刊 他一方面 他是强调现代文学 可是他希望文学不要脱离台湾现实 换句话说 他在现代主义推广的时候 也希望把写实主义 就是现实主义的那一种美学也带进来 同样在这个文学记刊 同样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黄春明 黄春明是宜兰人 都是乡下来的 那王真和也参加了 他是华联人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慢慢知道了 在19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运动 开始展开之前 齐等生 黄春明 王真和 他们已经开始写他们自己的故乡了 王真和写花脸 那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那个 那黄春明在70年代写出 Sayunara再见的时候 还有苹果的滋味的时候 可以把一个小说故事 拿来批判美国 拿来批判日本 都是用闹剧讽刺的方式写出来 到今天它还是一个经典的作品 在1970年代写出来 都是在文学记刊发表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慢慢可以看出来了 现在文学跟文学记刊两个都一样 他们也提倡现代主义 可是文学记刊对台湾的现实特别注意 齐等生 我好迷迷他的作品 齐等生写沙盒杯歌的时候 其实他在写那种小喇叭手 那就是写他的哥哥 后来他的哥哥就是因为吹小喇叭 然后悔病就去世了 他是写纪念他哥哥的一个小说的故事 他的文字很奇怪 他的文字就是非常冗长 你要把它弄清楚 那个主词 述词 授词 你弄清楚了 你就知道他的句子在讲什么 他在写沙盒杯歌的时候 我看到台湾乡下人的那种悲伤的故事 他因为他吹小喇叭 然后最后就得到肺病死掉了 可是他常常就可以 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剧场的一个演出 他就说了 他说你不要看他是在小剧场 你不要看他的背景 你只要听他的那个吹奏的艺术 你不觉得他就是国家剧场 演出的那样的等级吗 那一种为他哥哥讲话的那样的语气 令人看得很心酸 然后也心痛 这就是齐等生写出来的 而那个黄春敏他在写苹果的滋味的时候 是写一个工人 他们住在贫民库 然后早上到那个都市里面去工作的时候 被车子创到了 结果受伤了 结果开车的人是谁 是一个美国人 美军啊 所以这个时候 警察那个警员就带着那个照货的这个美国人 那个白人 当他贫民库 那个太太看到一个美国人在他家出现的时候那么高大 吓了一跳 然后他说他车祸了 车祸的时候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美国人就跟他一直道歉 他说任何的医药 医药费我都愿意赔偿 而且你的孩子呢 以后可以一直读书 到大学以后要出国 我们都愿意负担 这个警察居然这样安慰他 他说你的先生发生车祸 幸好是被美国人创到了 所以你看车子 你发生车祸被水创到 还有幸运还有不幸运的事情 当然这个故事一开始就非常讽刺了 可是他后来又写了一篇 《沙妖娜娜再见》 他就是在讽刺日本人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1970年代 台湾退出联合国 黄春敏的小说 他的乡土小说 已经为后来的乡土文学 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让我们不仅看到台湾 也看到台湾如何依附在 日本跟美国的支配之下 那种批判性 小说可以写出这种批判的力道 也只有到在黄春敏这样的等级的人 他才能够写出来了 那黄春敏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个作家 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大哥看待 因为他对自己的文学艺术的要求 比什么都还要高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欢迎各位观众回来收看 台湾新闻缺食 1960年代之后 台湾的小说越来越成熟 那意识流的小说 也慢慢的受到重视 所谓意识流小说 就是写出你内心世界的起伏震荡 而且呢 也在写你内心里面的各种回忆 或者各种过去跟现在 最后交流在一起的那样的一种描写的方式 黄春敏他一方面是写现代小说 尤其他在写两个油漆匠的时候 他非常有现代主义的那种内心的描写 后来两个油漆匠被韩国的文坛挑窃了 他们在改编这个小说变成韩国的戏剧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黄春敏也不知道 必须是我的台湾文学研究所成立了以后 我请了一个韩国的学者 在我们台文所里面 因为我要有一个教授专门教殖民地文学 所以韩国文学就介绍进来 他叫崔某森 他就跟我讲 他说两个油漆匠 那个故事在我们韩国非常流行 非常受欢迎 而且他不断地重演 因为他是在剧场演出的 是舞台剧的 他说他没有想到 原来的作者就是黄春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黄春敏的小说 对整个东亚文学的影响是蛮大的 他在1970年代 他除了写苹果的智慧之外 他又写了一篇叫做《Sayunada,再见》 他一直是在广告公司做事情 所以常常都要带日本的客人 去回到他们的故乡去洗温泉 都会带一点色情的 而且是回到他的故乡 他就觉得好丢脸 所以这个《Sayunada,再见》 就是在讲他们在火车上 一个台大的学生 看到他们是日本人 就走过来了 就问他说 他说你们日本 很多大学非常好 我想要去日本留学 那些日本人听不懂 那这个黄春敏 他当然两边他都听得懂 做翻译的人 他就开始捣蛋 他就是他在问你 这个年轻人问你就是说 你在日本就可以剽计 为什么要到台湾来 其实他是要问他这个问题 所以日本就很惭愧 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所以他就随便扶隆了几句 然后这个要去日本留学 他讲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他说你要研究中国文学 在台湾做研究就好 为什么要到日本留学 日本的汉学研究 没有像台湾那么好 所以他等于就透过翻译 打了台湾人一巴掌 打了日本人一巴掌 然后最后 双边两边都很尴尬 后来那个学生就 就那个 就赶快要下车了 那就用日本话 跟他讲用沙亚纳达 这些日本人 居然会讲 再见那两个字 沙亚纳达再见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他把 你看他第一个是批判美国 第二个是批判日本 在1970年代 台湾的文学 乡土文学开始出现的时候 这两篇小说 等于就是一个预告 后来的乡土文学 其实就开始 以台湾社会 台湾的土地为主题 写出来的文学作品 我们台湾的乡土文学 后来的写得非常精彩 那王振和 他就写了一个小说 叫做小林来台北 这个小林是花莲人 这个花莲人 他到台北航空公司做事情 那当时台湾在1970年 就退出联合国了 每个人 整个航空公司 每个人都要签那种 这个保卫台湾的这样联署 就是要支持国家的政策 这是革新保台 或者勿忘载局 那当时都是的口号 可是这些航空公司的人 每个人都已经申请绿卡 所以在一方面申请绿卡 那一方面都说要是勿忘载局 然后要那个 要开始要革新保台这样的 那最后呢 故事结束的时候 那些那个连树书 都被丢在这个垃圾桶里面 所以小林来台北 最后是用三字敬罵这些人 然后你们这款人 你们这款人这样的 那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批判 黄春河对人物的描写 跟黄春敏对人物的描写 那我们第一次看到 是那样的乡土的人物 可以这个非常堂皇的 在文学作品出现 而这些文学作品 在联合复刊 在中国时报的复刊 都可以判断出来 这时候排挤作家 开始慢慢对自己有信心了 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 从虎尾来的一个女性作家 叫做季季 季季她也是写她虎尾的故事 她土尾堂堂的故事 后来另外一个年轻的 女性作家叫石鼠青 石鼠青就是写 入港的故事 这些通通可以看出来了 过去我们像台北人 写的是从桂林的故事 上海的故事 可是到了乡土文学 起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写自己的故乡 那将军祖是如此 然后第一件差事是如此 我的弟弟康雄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台湾的现代文学 你可以写意识流的那个技巧 但是呢 你可以用台湾的现实 台湾的社会 把它放进故事里面去 那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我们第一次开始讲说 台湾文学主体性什么建立 那不是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迷人的 那个台湾乡土传说 或者台湾的乡土的 那个乡野的故事这样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些作家他们 有现代主义的技巧 但是又写非常本土的 那样的乡土色彩的时候 这是把柏来品跟本土的东西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变成一个台湾的土产 后来他们文学记刊 有一个女性作家 就是师傅清啊 那是了不起啊 他开始 他第一篇小说叫做《毕虎》 毕虎事实上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那个模仿了 那个陈映珍 可是也只有模仿那一次 他后来开始写出来的 自己的故事 写出女性 然后自己受那个情欲的苦恼 苦恼 缠绕 然后怎样写出 他在纽约的故事 那也是一种意识流的 然后心里的描写的那种状态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女性小说呢 从欧阳子 然后到司属群 中间夹了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作家 他的名字叫吴里华 他在写第一篇 他的小说故事出来的时候 就是《孟悔清河》 你看他也是写大陆的故事 可是孟悔清河 是他写农村的故事 可是农村 不管是在哪里 性欲的问题 不管是女性男性 都要面临苦恼的一个苦恼 他就孟悔清河 就是写这样的故事 甚至写一个 有一个秋天 有一个秋天 写一个 回来度假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跟自己的一个年长的女性 发生爱情的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 他有一点乱闻 最后他在 在台湾出版的一本 叫做考验 考验呢 就是在写一个 在美国一个教授的一个妻子 她面对性的苦闷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就是在讲 女性意识的觉醒 而这个女性意识的觉醒 我们可以慢慢看出来 欧阳子 那后来 司徒卿的妹妹 这个李杨 李杨就写了沙夫 全部通通是 我们把它罗列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了不起的 一群 而在这里面呢 我当然我必须要介绍另外一个 被人家遗忘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做郭松芬 郭松芬是宝调运动的一个重要作家 那这个宝调运动的一个重要作家 他从宝调运动退下来以后 开始从事小说 那他写过两篇小说 是写女性 一篇叫做月豪 一篇叫做月韵 那月韵呢 其实就是在写那个 手伤的故事 丈夫死了 那他在手伤 这个死者 其实在生前都有很多 花花草草的故事 他就是在那边手伤 在某种程度上是宣布主权 那个女性心理的描写 真的是非常非常彻底 这是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成就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